18岁的按摩女第一次上中 她学着同伴的样子给客人按摩 客人刚翻过身 同伴就自觉地走到门口 拿起一块布挡住了玻璃 小诗觉得很好奇 不明白同伴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接下来 她就全懂了 小诗的客人见状 也让小诗为自己特殊服务 第一次做的小诗没有经验 只能硬着头皮学着同伴的样子 谁知客人竟将手摸上了她的臀部 小诗瞬间弹跳了起来 同伴见状赶忙上前安抚 解释小诗是新来的还不懂规矩 这种状况有点不知所措 但是很快 赚钱带来的愉悦就冲散了她的担忧 这全是师姐的功劳 师姐比小诗早来按摩店几年 经验也非常的丰富 第一次见到小诗的时候 她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因此在工作上 她总是会不自觉地帮助小诗 小诗对这个漂亮洒脱的女孩 也很有好感 在正式上岗那天 她想起了18号的师姐 便紧跟着选了个19号 从那天开始 18便一直带着小诗 还让她加入了自己的姐妹团 四个人每天一起吃饭 一起上班 相处得十分融洽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18和19的关系越来越好 在19被房东赶出出租屋后 18更是将她带回了自己家 也看18照顾别人面面剧头 可自己的生活却是一团糟 衣服鞋子扔了一地 平时图方便也只吃快餐 18随手扔掉自己脱下的外套 随后便自顾自地回到了房间 等她再醒来时 家里已经完全变了个样 看到19做好的美食 18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感觉 长相美艳的18追求者众多 白天出去见的是A 送回家的变成了B 晚上打电话的又成了C 不过这些都是为生活 18最喜欢的 还是跟19窝在沙发里 享受难得的温馨时光 他们一起吃东西一起看电影 每到伤心处 两个人就抱在一起伤心痛哭 可是这样的美好时光 很快就被打破了 抢客啊 哦 用胸啊 这一行呢 是讲技术 那么想被人搞 去坐机啊 按摩女经常因为抢客闹得不可开交 吵架扯头发上耳光已经是家常便饭 不过被抓到就会被罚一个月的薪水 18这帮师姐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但是19却从来也没有遇到 因为她的背后 永远有18替她撑腰 19对此感激不尽 也因此更加真心地对待18 虽然18表面上过得风光无限 实际上她也有自己说不出的苦 亲生父母把她当成了摇钱树 每次寄来的信礼也只有要钱 连句关心她的话都没有 不过好在 她现在还有19关心她 可是好景不长 这天18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私生活迷乱了她 连孩子是谁的都不清楚 家里还有一大家人等着她养 这个孩子肯定是不能留的 可等到18躺上手术台的那一刻 19突然将她拉走 那台很伤身体的 伤吧 伤 伤 怎么伤 伤了怎么养了 我跟你一起养啊 在19的鼓励下 18还是决定将孩子留下 怀孕的过程是艰辛的 但19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 给她按摩 陪她产检 甚至在宝宝检查出不健康的时候 祈求神佛用自己的性命保佑孩子 一番诚意感动了上天 孩子平安出生了 两人为妻取名乐乐 希望她一生平安喜乐 孩子的出现并没有压垮他们生活 两个人如同大多数新生父母一样 学着照顾孩子 半夜轮流给孩子喂奶 虽然总是会手忙脚乱 但是这样的忙碌让他们感到很充实 渐渐的 18开始迷恋上了这种生活 她在19的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 看你这人是恶心 谁恶心啊 是不是那两个姐姐恶心啊 18听到街坊的闲言碎语十分激动 恶狠狠地上前警告 19急忙拉住了她 才没有将事情闹大 可是同性恋一词 还是在他们心里产生了抵触 两只搭在一起的手 如同针扎一样迅速抽离 男客人爱上了按摩女 每次来都避点她 下班后会送她回家 还会拿着花在楼下等她 但按摩女却不为所动 因为她已经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家庭 18看到楼下切而不舍的男人 面上替19感到开心 可是心里却十分的复杂 突然一声啼哭打断了两人的思绪 是乐乐从沙发上掉了下来 头上肿了一个大包 两个妈妈如临大敌 好在男人察觉到了不对劲 帮乐乐处理好了伤势 为了感谢男人的出手相助 19主动提出请男人吃饭 可19万万没想到 男人是有备而来 我想去吗 男人马上就要离开澳门 他真的很喜欢19 希望能够带他回台湾生活 突如其来的求婚让19落荒而逃 18得志后 劝他答应男人的求婚 毕竟澳门现在的状况大不如前 他心里也清楚 只有19跟着男人 才能过上他理想的四世同堂 渐渐的 18开始疏远19 每次跟19说话都略带倾服 逐渐让19的心里产生了芥蒂 直到澳门回归这晚 18决定将乐乐送回大陆 19得志后非常的生气 好不容易养大的孩子 为什么要送人 没有爸妈在身边真的很可怜 就像他一样 可是18却争风相对 自己已经找好了下家 好不容易有人不嫌弃自己生过孩子 怎么能带着累赘结婚 19对18彻底失望了 伴随着欢呼声澳门回归了祖国 19离开了18的生活 跟着男人回到了台湾 直到数十年后 19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18去世的消息 不远千里飞回了澳门 此时的澳门已经误视人非 等他找到乐乐的时候 才从他的嘴里得知 18当年没有继续做古妹 也根本就没有嫁人 而是为了19的幸福 一个人将乐乐抚养长大 得知真相的19 哭着奔向了当年庆生的公园 只是长以下地相约到老 变成了希望小师永远幸福